北京經常說上海、深圳、澳門是可以出來香港 我覺得可見將來是完全不可能的 今天的題目是想說香港的國際地位有甚麼重要性 有甚麼不可取代性 我們上課經常說這些 但一百無無理由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比較貼地的例子 這段時間的社會運動 香港人經常想起究竟香港有甚麼不可取代 北京經常說上海、深圳、澳門是可以出來香港 我覺得可見將來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為何不可能呢 我們要先理解香港是甚麼 悶的事就是要講基本法第十三條 但我們上課講的就不講了 要講一些落地的事 香港有甚麼特色 有幾個功能大家很需要理解 第一就是說香港是一個根據北京的術語 幫助國家的資本走出去的地方 重要的事是說三次 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 為甚麼呢 香港有一個跟內地完全不同的法制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 只有這個地方正在走普通法 還有很多跟內地不同的待遇 這些就是基本法富裕的地方 關於國際地位有甚麼事呢 譬如說你跟美國做生意 或者跟加拿大做生意 當地怎樣看香港這個地方 就是基於它當不當這是中國內地的一部份 簡單來說就是不當 因為它不當是內地的一部份 代遇就完全不同了 這個就是基於美國的香港政策法 所賦予的一個身份 而其他地方很多時候是跟隨美國的 美國的這個法案是1992年去通過 通過之後認為香港是一個叫做非主權實體 非主權實體 這個身份就是在於香港和內地的不同 例如說稅率是不同 對一個敏感技術輸出的限制是不同 這些不同有甚麼結果呢 就是說你用了香港的身份 可以享受低水率 審查的寬面 或者是居留的方便等等 有了這些優惠之後 其他內地不方便做的事 就可以通過香港去做 例如說 繞過一些美國對伊朗和北韓的制裁 在香港是相對方便的 因為香港歷史上是和西方友好 但是你根據中國內地的國情 你要做這些事 經過很嚴密的審查都未必做到 這個走出去的例子 最能夠彰顯的就是 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 遼寧號 它是怎樣得到的呢 就是在烏克蘭買回來的 但是為何烏克蘭買回來的 有關香港事 就說當時有一個退役的解放軍 就在香港搞一間公司 簡直是空殼 用這個公司去審查 就跟烏克蘭買武艦 當時的背景就是 他們很窮 但是俄羅斯是不想去買 美國也不想去買 中國想買但不能直接去買 那就要輸入一個白手套去買 香港就是一個白手套 當時我的朋友去參與這個過程 他說那個Tender是怎樣寫呢 就是香港需要一艘武艦做一艘賭船 然後放在澳門的海壁外面去賭 因為大家喜歡賭錢 那一艘航母做一艘賭船 本身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但不知為何又批了 接著就拉了兩年回來這一邊 接著就因為發現 那邊是根本不容納不到 這麼大的噸位的賭船 不刻意返上北京 改裝變回遼寧號 除了航母之外 中國的國企通過香港走出去 是一件很方便的事 國企通過收購變成民企 民企再通過國家黨委書記 提供下來 又可以被控制 接著走出去之後 就變成中資企業 即擴散全球 這個公司是過去的22年 都是很成功的 第二個重點就是錢方面 即港元和美銀國勾 全國要爭取一個方便的 外匯儲備的拿取 除了香港之外是做不到的 上海搞了一個自貿區 但是一直不成功 就是搞不定這個外匯的問題 因為外匯管制 我們知道了去到現在 除了香港之外 中國要得到方便的美元 其實就沒有第二個途徑 上海做不到 深圳做不到 現在開始講澳門 但澳門的功能是不同的 它亦都不是走香港的普通化 你很難想像澳門可以成為一個 這樣拿錢的地方 它是一個地下的金融中心 不是一個地上的中心 除此之外 香港在國際關係上 有其他的獨特性 就是講到一個叫做 資訊的搜集 或者叫做情報的搜集 在冷戰的時代 香港是全球的三大 間諜中心之一 柏林、伊斯坦布爾和香港 所以很多國家都在香港 有基地去了解國情 例如北韓 它為何了解世界呢 通過香港、澳門 這些是窗口 對中國來說 以前都是通過香港去搜集資訊 全世界是通過香港 理解中國發生甚麼事 包括蘇聯 曾幾何時 中蘇去交戶 蘇聯的情務人員 香港是十分之橫行 曾經是想賣大嶼山的余景灣 做一個基地 曾幾何時 香港是玩這個角色 中國也是利用香港走出去 我們覺得香港很獨特 但每一個國家其實都有它的香港 無論它的身份是一個普通城市 還是一個自治區 還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小國 其實都是在玩香港 剛才我們所說的幾個功能 比如說在北歐 芬蘭有一個自治區 叫做 澳蘭群島 這是一個幾萬人的自治區 港瑞典文 但屬於芬蘭 這兩個國家都是要來花錢的 踢球的朋友聽過 列茲敦斯登 在德國瑞士旁邊 是德國要來花錢 San Marino San Marino 在意大利的中間 它的面積是 應該是60平方公里 大概是 大半個香港島 獨立國家 因為它不是歐盟的一部份 所以意大利要花錢 就是通過San Marino 另外有很多自治區 例如美國有關島 塞班島 塞班島是甚麼地方 是一個旅遊勝地 我們熟悉的藝人 譬如周秀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當地拍攝寫真 除此之外 它是一個洗錢的地方 因為在整個美國管轄的 全球範圍當中 是德塞班島 對PRC護照面簽 現在這麼特別 就是當地同時間 都有幾個賭場 它聲稱應該是 全球第五、第六大的賭場 我考察過一次 當時我看到賭場的面積 跟外面的辦公室差不多大 我便想 你怎可能全球第五、第六大 就是這麼大的面積 這個洗錢的跡象很明顯 中國護照面簽 一些沒甚麼人去的賭場 接著就 提供了很多其他的業務 這個就是澳門式的功能 我記得我幾年前 做過一個ViuTV的節目 就是考察世界各地的一國兩制 當時那個節目 是一個很學術的設定 以及研究問題有點敏感 因為根據中國官方的說法 一國兩制是獨一無二的 全世界是澳門獨有 你不可以比較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旅遊的包裝 去做這項節目 所以大家覺得很軟 行程很開心 因為有景有慮 但是 其實探通的問題是很嚴肅的 問題是說 其實每一個國家 都有自己差不多的組織 為何有些成功 有些是不成功呢 我們考慮了幾個地方 我自己之後專門挑選這些地方去 包括安道爾公國 聖馬力樂 列子頓士等等 我掃掃後 就做了一整大堆 就發現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比較 什麼一個就是成功 通常成功的個案 有幾個重點 其實當地 去到某個階段 它是不會有什麼獨立運動的 因為它已經有一個比較真誠的誓詞 譬如說澳南群島 曾幾何時都有很多分離主義 後來跟中央談論如何 如何選擇地方政府 如何反映他的意見 經濟體如何有何優惠 最後中央和地方各取所需 當地只有3萬人 不單是叫成功 澳蘭的和平模式 成為了一個學術名詞 以後人們說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參考澳蘭群島 我記得去的時候 還有一間澳蘭群島和平研究所 想推出澳蘭群島的模式 這些是成功的案例 但有甚麼情況會是不成功呢 曾幾何時澳門有一個 差不多的姊妹說 叫做果雅 在印度 這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以前澳門的天主教的總部 就報告到那邊 再頂回葡萄牙 葡萄牙是一個很有趣的 文化混合的地方 葡萄牙的殖民 印度南亞似大陸的文化 因為在港後也有其他的混合 去到印度獨立的時候 果雅依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獨立了十幾年 去到印度 有一天頂不信 你是我的自古以來的一部份 我要解放你 然後他派了軍隊過去操控 直接解放 這是完全違反國際法的 葡萄牙也是當時不承認的 後來去到他們自己政變之後 才承認 這是印度的一部份 果雅到現在為止 就沒有了一國兩制 從來都沒有 現在開始爭取 是否可以學香港、澳門 要求印度政府給他一個獨特的地位呢 但是對印度來說 他們是不接受這種結構 因為現在印度有一個很強勢的民族主義 擔心任何形式的獨特性 都不單是會有分離主義的結果 亦會挑起架派的衝突 所以在今年不久的時候 香港的運動剛開始的時候 有一段新聞大家未必有印象 黑十米二 本來當地有一個類似一國兩制的結構 在幾個月前就廢除了 本來他們可以選自己某些地方官員等等 因為他們不聽話 以及有外國實力影響 印度就決定了取消當地的一國兩制 這個案件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啟示 當地有比較強勢的中央政府 民族主義是很盛行的 政府需要通過外國去 去擔心印度人的疫情 當你沒有了巴金的力量的時候 你本來被辭職的東西都不再存在 到最後我們希望 香港的國際地位除了在香港之外 還有甚麼其他空間 其實我們一直有一個學術的概念 叫做Charter City 這是甚麼來的 就是去年諾貝爾經濟學 得主Professor Paul Romer 他是這樣說的 香港的特色在全世界來說 就是說在中國的母體之內 行使不同的法律 其實其他地方可否複製一個這樣的香港呢 譬如說美國租出不同的法律 做一個Charter 就成為了美國的香港 澳洲那麼大 加拿大那麼大 其實有無數的土地 是否可以這樣做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學術題目 當然有很多難度 包括你怎樣做一個國際有公信力的特區 如何令到大家都開心 以及如何令到大國的博弈當中 可以有一個生存空間 這些都是以前香港成功的關鍵 因為去到那個位置 如果有一些 不是很設計得妥當的地方 是容易出現悲劇的 但是如果真是容易 搞到一個新的機器出來 這個對全世界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 我們說到香港的國際身份 通常會前瞻多一百年二百年 可能到時 我們對香港這個概念 特區這個概念 也有完全不同的演繹 作為香港人 亦都希望香港人的身份 可以發揚光大 和在歷史上繼續留名 在北京眼中 他一直想將新加坡的模式搬來香港 當地的民主自由 其實比香港這一刻 應該相對稍有信息 但外資依然信任 新加坡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但西方是信任這個經濟體制 但我不相信這件事可以發生 第一是說 新加坡的體制和香港最不同的地方 第一是他真的有 比較完善的制度和程序 雖然很多人都會說 民主有限制有很多操作等等 但畢竟他理論上可以取代現在的政府 所以他有先天的民意的制約 西方的信任 不只是說他有獨裁 或威權或一個人敬 而是他有一個制度 理論上可以有一個調節 香港是在可見的將來都不像會有 第二是說 當地有特殊的功能 就是有一個地緣政治的角色 香港的地緣政治角色對手是中國 那邊就是東南亞當中的穩定的經濟體 所以是很難相提並論的 事情發展下去 西方會不會接受中國一個最強勢的介入 然後變成了一個 完全只准做生意 其實是甚麼自由都沒有的地方 我不認為西方會認為這件事是有效的 因為我叫做蒙面法的例子 緊急發行出來之後 其實是可以做甚麼都行 你要做一個Risk Analysis 我不相信同時間 又可以維持北京所說的止暴制亂 又可以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相信兩件事很難並存 第二你說美國等等的態度 其實現在的法案是一個象徵式的法案 開啟了一個先例 如果你通過了 每天要檢討一次香港這樣的地位 但其實根據現在的美國香港政策法 你都可以檢討 現在只不過是將一個以前行之有效的慣例 特別是開啟了出來 整個法案本身的一個重點 就是它鼓勵美國的盟友要跟隨 如果你做到的話 就變成一個全世界 叫做小小包圍網 但你要跟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說 為甚麼要幫香港 其實你不能夠完全憑一個理念 你的理念可以用來敲門 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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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全世界很慘的人很多 你對他們的意願來說 他一定要想到關我甚麼事 關他的利益甚麼事 這個問題有得回答 譬如說如果中國利用香港走出去 但走得太過噁心的話 這個會影響到別人的利益 舉例 上個月遠洋是被制裁的 原因是違反了聯合國對伊朗的禁運 而對中國來說 這些是一些很大型的商號 如果有很多這些個案發生 各地社會會擔心 會否香港是被過份濫用 真的可能影響到對方的國策和利益 如果有很多這些數字可以攤出來 我相信世界會有一條數字計算 香港的存在是在供應哪方面的興趣 怎樣可以令到這個平衡 盡量放回去 大家都可以同步公平地賺錢 如果現在是編在一邊 他們就會有一個誘因 令到他們買百分之中間 這應該是有說的重點 是 教授 你覺得除了不持續關注 美國那邊的人權法案之外 在國際線上 香港人或關心香港的人 還有甚麼可以做到 有很多的提案出現 但因為美國是自由世界領袖 如果沒有了它的牽頭 其他國家做 就會更加需要一個正確 所以如果你過了美國的法案 他的盟友就有一個必須要做 第二點是 他們國內有他們的政治角力 也要繳回他們的利益 有甚麼好處 他們要求的選票 以及他們要跟中國做生意 兩個訴求中間 可以怎樣去調和 這就是他們要計算的數 好像我在日本訪問過一些朋友 其實當地也有一些比較同情香港的議員 去說我們是否要搞日本版本的民主人權法案 日本的首相安排 在這幾年是比較親中的 所以做生意是重要的 但裡面就牽涉到他朝野之間的角力 而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遊戲 中國是很擅長玩這個 Lobying 游說團的遊戲 你要通過一個法案 重點不是有沒有道理 而是參議員本身投票的時候 有甚麼利益的交換 而在美國這個叫做游說團的政治 是很成熟 這是一個很龐大的產業鏈 而我們遠在天邊 我們不會知道 本身的州有甚麼利益 他怎樣交換 你要很內容的資料才知道 回到日本 英國 法國 德國 都一定有類似的情況 台灣以前的做法 就是他有自己的游說團長住在美國 他就用他自己的方法去Lobby 希望那些 就是PRO台灣的法案可以通過 如果我們是要參與國際線的遊戲 最後就是需要做一些很專業的事 例如有一個香港的游說團 在美國長住 說出來好像很農民雙才 其實不是那麼難 那麼多留學生在美國 他們又不用再有甚麼成本 他們組成一個團隊 有少許訓練 其實就可能已經可以啟動 加上眾籌現在這麼容易 其實一個比較專業的游說團 我覺得可見將來會出現 令到這些工作會更加圓滿